大家好,这里是茶余放后,点击订阅,让你的时光不再孤单 宝岛台湾是一个藏着很多帅哥美女的地方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她们的帅气带着台湾特有的儒雅和谦和 是那种散发着柔性光辉的男性之美 今天,大家一起来聊聊那些年台湾经验过岁月的盛世美颜帅哥们吧 1.赵文轩 赵文轩1960年出生 很多人不知道,赵文轩入行其实挺晚的 之前,他是军中英语辅导排长,在美国西北航空公司做地勤 后在台湾中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做了八年的空勤人员 1992年,当时已经32岁的赵文轩才凭借出色的外貌和流利的英语被李安选中 拍摄电影《喜宴》才正式进入演艺圈 赵文轩入行起步可以说是挺高的 赵文轩是标准的美男子长相 浓眉大眼,还配上深深的酒窝 这样就算了 偏他还自带一种儒雅风度翩翩的气场 举手投足兼从容 时刻散发着他那优雅的气质 即使满面壶茶 这个男人却能从骨子里散发出儒雅的气质 想看看一直觉得这个男人简直是为优雅而生 干净清爽不油腻 自称一派风骨 浓郁乌黑的眉毛 配上深邃多情的双眸 这样的赵文轩在帅哥如云的娱乐圈也是别墅一致的存在 帅在外表 气质在内 因为气质极佳 赵文轩多次饰演孙中山 被称为孙中山专业户 1995年 赵文轩首次出演孙中山 到2012年辛亥革命里 已经是赵文轩第五次饰演孙中山了 凭借这个角色 赵文轩入围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 赵文轩首次出演孙中山 他曾经谈言 我觉得感情是一个很荒唐的东西 我所理解的爱就是两情相悦 如交似漆 然后愿打愿哀 但是目前为止 我没有遇到过让我奋不顾身的爱情 而一向坚持完美主义的他不肯将就 现在的赵文轩一直兼职健身 身材保持得不错 只是比年轻时候壮硕不少 赵文轩选择在杭州定居 据他本人说法 他在宁波的乡下 寺庙的旁边种了50颗樱花 养了三只猫五只狗 这么多年也许头发花白了 也许没有年轻时那么的俊美 但是一直没变的 是他对于小动物的喜爱 对生活的追求 未来的生活 赵文轩只想陪着他心爱的猫猫狗狗 岁月静好 二 焦恩俊 焦恩俊1967年出生 很多人不知道 焦恩俊是琼瑶旗下首位签约艺人 不得不说琼瑶阿姨挑人的眼光是真的好 不少人第一次见到焦恩俊 是在琼瑶剧《苍天有泪》里 剧里他饰演反派败家子展云祥 1999年 焦恩俊迎来了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剧 《小李飞刀》 他饰演李循欢 迷倒一众女性 干净的剑眉 一双寒情的桃花眼 眉目立体深邃 搭配起来深情似水 当他专注看人的时候 谁能受得了这种超强的电能 望着一人 就仿若眼里全是对方 剧里的李循欢 又是一个悲情隐忍的翩翩君子 气度大 一身高潮武艺 却为了情意不断退让 焦恩俊一举一动 都带着男子的柔情和儒雅 焦恩俊结过两次婚 都是离婚收场 第一次是被告知离婚 第二次以为是友好分手 女方却转脸上综艺说 他们是业障 不过焦恩俊和女儿关系很好 是个宠女儿的好父亲 前两年 焦恩俊发了自己的近照 网友直呼 他老得太多了 焦恩俊真的是不太注重保养 现在54岁的他老了很多 曾经的摄氏美颜已不在 现在的焦恩俊 热爱摄影 微博里都是他平时拍风景 拍人物的状态 他身材依旧保持得很好 只是他真的太没有包袱了 3.费翔 费翔1960年出生 中美混血 费翔早年因为自己的姐姐 身患癌症而选择学医 后来姐姐没有救活 费翔转入斯坦福大学戏剧系 姐姐去世没多久 费翔的父母就离婚了 1981年 费翔从斯坦福大学戏剧系毕业后 就回到中国台湾 1987年 费翔以第一位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歌手身份 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网会上 以故乡的云 冬天里的一把火 而遗唱成名 红遍大江南北 卷曲茂密的头发 深邃的眼眸 热情欢快的舞曲 让费翔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 他俊美的混血五官 高大帅气的外形 引起年轻女孩的第一次追星潮 费翔曾经一度淡出歌坛去美国进修 已曾经时隔多年再次出现在舞台上 大家都感慨费翔的实力不见当年 但是岁月的痕迹 确实留在了这个曾经英俊的男人身上 费翔在二世出头的时候 曾经和叶倩文谈过一段感情 在母亲的反对下分手 现在61岁的他依旧未婚 有人问他为何一直不结婚 费翔答 见过父母离婚 见过姐姐离去 人与人之间分开是常态 不一定非要结婚 现如今费翔生活在国外 岁月褪去了年轻时候青涩 却依旧粗犷帅气 充满成熟的魅力 4.邱新智 邱新智1968年出生 邱新智年轻的时候 五官极其俊美 标志性的浓眉大眼 高挺的鼻子 棱角分明的嘴唇 小说男主走出来了 他和焦恩俊立体深邃 偏欧式的长相不同 邱新智的长相 是清秀的传统美男子 邱新智巅峰时期 拍摄了很多精彩的影片 风流唐卜虎 花姑子等 现在的邱新智已经53岁 穿着打扮非常时尚潮流 完全不像50多岁的中年人 说是帅气小伙 都没人反对 当然 在剧中还是能看出年纪感 不过50多岁 有这种状态 已经非常难得了 很多网友都在感慨 他仿佛吃了保鲜剂 完全不见老 2005年邱新智结婚 12年两人离婚 离婚后 邱新智多年依旧保持单身状态 平时微博各种美食休闲 生活还是很惬意的 5.秦翰 秦翰1946年出生 当年秦翰是穷瑶第一小生 风靡无数少女 她的人气不是三言两语 能概括出来的 只能说 当年看电视的少女少妇们 应该没人不爱她 穷瑶剧里的深情人设 更是为她身上增加了无数的光环 加上她和她之前扑朔迷离的感情 她的周身充满了迷雾般梦幻色彩 而秦翰又高又帅 面容俊美 气质如雅 现在75岁的秦翰长期保持运动健身 身材依旧顶拔 不见一丝勾楼 整个人的状态非常不错 没事动弄村女 打打篮球 现在的生活 惬意而悠闲 6.李芝西 李芝西1964年出生 李芝西因为穷瑶剧鬼丈夫 而为观众所熟知 剧中 她饰演因一场大火而毁容的男主角柯启轩 剧里 她为了不连累女主 明明深爱女主 却刻意想要赶走女主 多少个日夜 屏幕前的少妇少女们哭得干颤寸断 李芝西与生俱来的儒雅 谦和的气质 让她加分不少 是一个看起来就非常温暖的人 李芝西现在已经57岁 去年她和双胞胎弟弟一起硕士毕业 活到老学到老 岁月改变了她的容貌 不变的是依旧灿烂的笑容和儒雅的气质 7.马景涛 马景涛1962年出生 青青河边草里 她是愤世嫉俗的世家青年和世伟 长相帅气 积极正能量 梅花烙里 她是清朝贝勒浩真 水云间 她是青年画家梅若红 《冬游记》里 她是胸怀天下的吕洞宾 仙气飘飘 姿态卓绝 更是申请到为了美人放弃江山的 痴情男人多儿滚 不过 后来她两次婚姻 似乎都有家暴传闻 她的声名日渐狼藉 孤身寡人一人 面容憔悴 身材发福的她现在无惧可拍 反而靠着四处商演为生 挺让人唏嘘的 8.陈俊生 陈俊生1967年出生 陈俊生的相貌非常出众 因此 在只是配角的情况下 被观众深深地记住了 林志颖苏友鹏版本 《绝代双胶》里 饰演玉郎江峰 古林第一美男 她的长相太让人信服了 这绝对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帅哥 难怪公主们为她动心 《附带和尚》里 县令王俊男 长相气质真的绝了 《今生君事》里 更是湾湾尔雅的俊逸男子 简直将她自身的气质 完美地释放了出来 然而这样的帅哥 却背负着父新郎的称呼 派的前女友去世 她曾逼陈一婷带劈腿对象去坐胎 并换了门锁拒不相见 她参加葬礼时 被女方家属打了三个耳光 并当众承认错误 前两年参加了最强大脑 展现了她惊人的记忆力 再次见到陈俊生 不禁感慨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还是一样的帅气 不过私生活 确实在让人不敢苟同 9.孟非 孟非1952年出生 凭借着雪山飞湖里的 胡一刀胡斐 让大家记住了 这个长相帅气 笑容爽朗的男人 1984年 她与潘英子 在台湾合拍电视剧 《神雕侠侣》里 堪称经典 现在孟非已经69岁 胖了很多 但是面部饱满 看起来状态不错 五官轮廓 依稀还有年轻时候的椅子 10.何嘉静 何嘉静1959年出生 曾经的月面展昭 也是观众心中 最经典的展昭角色 成名后 她拍了一系列的古装剧 中华英雄 壮志豪情 少年张三丰 书简恩仇录等 名气日渐大 保镖之天之娇女里的她 是非常帅气 62岁的何嘉静 依旧是一个健身达人 长期的锻炼 长期的锻炼让她身体健硕 长相也非常年轻 宝岛台湾还是藏了很多帅哥的 你心中最帅的是谁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